我是称医的 但是我还是一个罪人 各位家人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上线 与和睦一起 Hoffee Break 今天还是春节期间 年初八 祝大家发发发 感谢主 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课题就是 时间停在你的脸上 时间停在你的脸上 家人们如果你要称赞别人 让他喜欢听你的话 这句话可以多讲 就是时间停留 停在你的脸上 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你看起来不会老的意思 你就不会老 停在你的脸上 十年前一样 今天同样是这么年轻 这么漂亮 你现在看起来 就好像当年这样子 漂亮 英俊 多么棒的一种称赞 真的是令人心花路放 听的人一定感觉良好 时间停留在你的脸上 有可能吗 当然没可能 那我们想想时间 那我们想想时间 时光费事 岁月不留人 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容貌 容貌就是自己的年岁 带来那种老去的感觉 但是呢 也没有人可以抗拒 岁月的无情 我们用无情这个字 真的是岁月是无情的 在生活中 在生活中 我想我们要学习 像年龄低头 老了就是老了 没有办法改变的 没有办法改变的 意思是说 你要接受自己的年龄 唯有享受 如果你要享受的话 你就必须要接受 你接受 你才能够享受 没有什么东西 比真实的自我更加的 真实的自己更加的可贵 还原一个真实的自己 那些岁月留下的痕迹 也是一种美丽来的 也是一种美丽 那为什么我们那么害怕变老呢 恐老症呢 是现在社会的一种现象 也是一种的病症恐老 恐惧老化 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 康老保养策略 因此被推广 为什么人那么怕老 为什么 怕孤独 老了就会孤独 还有呢 怕什么 怕失去经济的来源 没钱 然后怕什么 体力衰老 还有怕什么 怕成为家人的负担 那圣经有没有 有这么一句话 圣经有这么一句话 很棒的一句话 生命记 三十三章二十五节 说什么呢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什么意思呢 日子可以代表我们的年岁 日子 时间 岁月 所以 年轻人 有年轻人的力量 那年轻的力量 什么呢 就是你的体力 够充 够力 而老年人呢 也有老年人的力量 什么力量 智慧 我们的经验 也是一种力量 这是神的定律来的 我们不可以改变 所以家人们 时间是不可能停在我们脸上的 你说是吗 那么这句话也不妨多讲 称赞别人 感谢主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个地方 下次再见